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使用簡單機械的目的為何 使用簡單機械的目的最主要有三個 就是說要嘛為了省力 或者為了省時 或者呢 為了什麼呢 為了施力方便 改變作用力的方向 比如說像什麼呢 像這個電滑輪 電滑輪的話 我們要把一個東西拿上去的話 如果你不使用電滑輪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它拉上去嘛 拉上去不好施力 但是你如果用個電滑輪的話 這樣呢 往下搭 那比較好施力 我就操作方便 那這樣的話就改變了施力的方向 省力 如果要省力的話 那支點的話就放這裡 這樣就省力 那省時的話 那支點放這裡 就省時 那或者呢 改變力的作用方向 最主要有這三個目的 我們看看A選項 省時、省力及省功 這錯啦 不能省功 這功的話呢 就沒辦法省了 因為能量要少了嘛 那我們看B選項 省時或省力 但不能省功 這個對 這樣看C選項 只是為了操作方便 無法省力或省功 無法省功是對的 但可以省力啊 那也同時 你也可以呢 為了操作方便的話 用電滑輪 所以這個是錯的 沒有辦法省功 這樣看D選項 不能省時 這錯 可以啊 省力 可以省時省力啊 然後呢 他說但可以省功 這個當然是錯的 可以省時省力 改變作用力的方向 但不能省功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你 所以先像一個